中国卫宣律师唐金灵等三人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罪 在今天开庭审理 法庭外呢 有多名支持者被警方带走 那么当局还拒绝了外国使节 旁听的要求 到底今天庭审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下面先通过电话连线 先请辩护律师刘正清 刘律师来为大家进行说明 刘律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庆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知道在今天上午 庭审还没有开始以前 您就被警方带走了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情况 简单跟我们谈谈 是这样 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有六个律师就就在一起 主要是方便到这个广州市中级法院 为了不迟到 我们也是为了终止的纪律吧 所以我们六个律师就在这个 广州市中级法院这个附近 今天早晨8点钟左右吧 我就和那个河沐清律师 也就是王清延的律师 就下去吃饭 所以我们吃完饭了以后呢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律师 也是我们这个律师辩护团的一位律师 就被五六个警察才丢查 我们就过去看 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后来就知道了 那个李贵生律师 他因为在他 他接下来发微波 比如说警察就把他围住了 就他也没有人在身边 然后才去盘查 我们就过去 我们就很平复地问我 是你们是怎么回事 你们不能排我们的叫 把东西去排我 排我和河沐庭律师去叫 河沐庭律师去向神推着他一下 其实我根本没有做什么 后来他们那个警察就把我 和河沐庭律师去拿到警戒下 实际上把我们带到 派出手指头笔录 他这个警戒这个过程中 他警戒里面 把我们的包和手机 强身的强者 我手机里面一些数据 今天都把我刷了 把河沐庭的手也搞上了 我的脖子搞得现在都很疼 那么刘律师 是我们知道他们除了 搜走了这个手机之外 那么也对你们暂时的 控制了你们的自由 那么现在我们想要了解的 就是在法庭内的情况 我们知道唐经理律师 是他自己曾经在狱中写了一封自辩书 但是没有被当局所采纳 今天唐律师他在庭审的时候 他有发言吗 您又是如何的来为唐律师进行辩护的呢 简单跟我们谈 对 我就把针对的情绪告诉你们 我们庭审以后 我们建议法庭以后 因为有东西人家属被这个鬼宝 或者警察阻拦 因为他们有这个法人的这个 这个狂行禁 但是不用他们禁 或者我们去提出这个 这个交线 也不是控制吧 比如说如果是家族不到庭 我们的这个庭就不能够开 这是基本的这个权利 后来就涉及到有几个程序问题 是 刘律师我们知道今天 今天令 我就是想 就是三个的这个被告 都在有交流 思考 那么根据这个水高院的司法解释 他们这些不是暴力犯罪的人 开庭的这些 不能够在这个借据的 可能我们的确定的交线 因为佟景宁 之前就写了一个便捷材料 叫做检察院 检察院呢 有交给了法院 所以我呢 作为同学们的辩护律师 我就向法院提交了申请 但是法院一直就不给我们 不给我们 后来我们同学们呢 与全体写的一些这个便捷材料 我们从最快法律上提出 我们要拿到这个辩护材料 因为我们作为辩护律师 我们要知道他的辩护意见 同时呢 这个捷材料呢 不同意 同学们呢 就作出了这个威胁 因为他就说呢 如果是 您绝对权力都保险不了 那么呢 他就要解评律师 但是呢 这个广州市中局 他说 想今天 把这个庭 去开完 去走一下构查 他们就完成了应务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 他们也是作出了妥协 就把这个 走掉手考也解开了 是 刘律师 对不起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想请教您 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 您认为这个审判 它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来宣判呢 你们对于宣判的结果 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这样呢 其实法律规定 就是他要纯旋委说 后来六个律师 三个被告都解决了 我们六个律师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还要给15天时间 给他找律师 那么律师的肯定要一趟时间 要熟悉这个安全材料 所以如果是要 重新找律师 那么自小的要有 大个月以上 15天以上 这个时间 好的 要重新看这个情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刘正清律师 他要解决我们的 不是他们对我们不满意 是因为这个东区 违法 违法这个法律程序 我们律师没办法去保证 他的核华权益 那么我们不一步去变 配合他这个程序 没意义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刘正清律师 那么从刘律师刚刚的说法 我们也听到了 今天唐经龄呢 与律师 他的六位律师 是解除了律师关系 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来重新寻找新的律师 我觉得 我 结果